这梦幻西游时代来临 大唐官府变成废墟 NPC都长大了 歌剧院变成男人了 来我先溜达溜达啊 先看看谣言是不是真的啊 超级巫医没了变成了 取代他的是超级神佑 哦超级巫医还在 但是神佑好像变成他徒弟一样 站在他旁边啊 等一下 超级巫医不帮你治疗了 有超级巫医 但是他下岗了啊 只能卖点草药 鬼切草 血色茶花 一级和二级药 哇这个是真的啊 超级巫医改行了啊 改成卖药的了 超级小神佑啊 有点像九离城入侵的那种感觉 到处都有时空的裂口 然后听说大唐官府 遇到了非常紧急的事情啊 好像程友金不在了 首席和师傅变成了殿小二 哦 有金在这儿 薛李在这儿 等一下我有点CPU烧了 那大唐官府 哦 大唐官府学习技能做师门的这个 进不去了 电小二 从振大唐荣耀 从振大唐荣耀 我为义不容辞电小二啊 直接F1回门派啊领师门打宝图 只剩我一个了吗 在那混沌入邪的他们都死了 仅我一个人丢盔弃甲 落荒而逃 我怎么配大做大唐最后的勇士 大唐鬼熊啊 大唐鬼熊 赤死捍卫啊大唐 应该都是吃油的小弟他们干的 电小二等于大唐最后的勇士啊 其他大唐弟子呢 都转门派做逃兵了吧 旁边有个瓦碌堆 原本大唐关府 并不存在的瓦碌堆是沉默的 某个未来的见证者 这里面封印的是啥呀 那我看到这个颜色怎么感觉这么不舒服呢 哦白无常也变了兄弟们看 白无常变成了召唤兽里的白无常 黑无常变成了召唤兽里的黑无常啊 这两只宝宝如果拥有技能高级神幼的时候 在战斗中如果死亡会自动切换成像啊 两个好的不要不要的好兄弟 看看中奎 反正我就做梦在玩梦幻啊 说这个穿越到了梦幻西游的平行世界 里面的每个NBC都变了 变化最大的就是中奎 中奎连胡子都没有了 变成小鲜肉了 像神天兵一样啊 我不太像神天兵 有点像赵瑟尔和宋小峰 啊如果说梦幻西游丽的角色的话 更加贴近巨魔王啊 有鬼捣乱 但是这个头像确实是 哦这样的话就比较小鲜肉 突然有一种不是很信任他的感觉啊 我觉得他让我抓鬼 抓到的鬼可能是个假鬼 梦黑子在吗 梦黑子 梦黑子你不是小孩吗 我经常去找宠物仙子姐姐玩 他那里有好多可爱的小动物 上次还送了我一只宠物呢 你他妈的都已经不是个孩子了 你能把台词改一改吗 你长得七老八十的 管人家宠物仙子叫姐姐 那怎么也是个妹妹吧 是上次送的你这宠物 送的你这大海龟 你一翻开海龟的背面 发现你比海龟岁数大 这雷黑子得多大了 今年啊 陈妈妈还在啊 变成了一个老头 兄弟们 关于长安革机院的这个NBC全部两极反转 男的变成女的 女的变成男的了 给我找最帅气的小伙子跳舞 姐友都是钱 咋给我CPU干烧了呢 兄弟们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 就是梦幻西游新上了一个零零后的女策划 这是像以前的这个策划 宣布一下主权 你要认清一下 现在的世界是由谁支配的 策划是男的还是女的 哇靠 这你妈小西游 你宣示主权可以 你稍稍微用心设计一下吧 这样的小西游 哪个富婆看得上啊 富婆是人家是他妈有钱 又不是虾 小联想这个设计有点过分 你知道吗 小西游起码穿衣服了 小联想直接把铁匠的NBC搬到了这个 这个里面 我操 啊